本次比赛设有少儿组、青少年组和成人组三个年龄组 起舞和斗舞两个大项 其中斗舞项目设置四个舞种 本次比赛不仅是一项竞技体育赛事 也是一场面向大众的群体性体育活动 作为北京市体育部门首次面向全国举行的街舞公开赛 本次比赛为广大街舞爱好者搭建了高规格的展示平台 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全人群 全生命周期多项目的全民健身发展的一个局面 努力打造一种多元的开放的体育氛围 让各种项目在我们的舞台上都有所展示 街舞项目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众体育项目 同时也是一个竞技体育项目 得到了很多群众的追捧公开赛 基本上涵盖了街舞中的所有大项 本次比赛对标全运会、亚运会等 霹雳舞比赛项目的竞技规则及评判标准 综合进行考量、进行评分 组委会邀请了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 国际级裁判裴东光担任裁判长 以及众多国际级、国家级裁判 组成了阵容强大的裁委会 对选手们精确掌握街舞比赛最新职材标准 积累比赛经验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推广一个体育项目 它包括转观念、速接触、养习惯和供保障 我们做比赛是其中养习惯的过程 这才是它长期从事项目的动力 青少年选手来参赛 这也为我们打造这样一项目的发展 储备后卫人才有非常好的作用 从个人到团队 本次比赛全方位覆盖了街舞的各类群体 同时将逐步建立和完善北京市街舞赛事体系 将北京街舞公开赛 打造成全国领先的街舞品牌赛事 北京台报道